首先就像前面说的 首先要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给予这次参赛的机会 然后因为第一次参加西南王 又可以夺得冠军了 说明跟这比赛也蛮有缘分的 其实来这里下的时候 应该最近状态不算很好 但是就是在比赛 昨天进行之后 包括四局棋下的大体上 还是发挥出自己不错的一个水平 可以说心境也为之一转 我想应该是 对我来说肯定是一段愉快的经历 今天的棋实际上 应该是一个功夫棋的格局 应该是始终双方都没有 在局面上拉开很大的差距 在中盘阶段的时候 就我自己感觉下的还比较顺调 然后在右边的关键战役当中 对方应该是有一定的错误 黑企业也以此获得了盛事 虽然说是一个区域限制性的赛事 但是基本上已经是成为一个 也是中国围棋比赛中的 一个传统的赛事品牌了 应该我小时候也经常观看 西南王的比赛 也祝愿西南王能够越办越好 越办越红火 谢谢